国立的3月7日星期六 新北市三峡佛山寺 将举办新任住持 本院法师的晋山神座大典 放生的目的 当然不是徒求众生的感谢 从佛法的角度来说 放生是一种布施的善行 除了财师、法师之外 也有无畏施 将受困的动物买回来 属于财师 放生时对他受三规 菜鬼等法属于法布施 保全他们的性命 送他们回到安全的地方 远离恐怖 这就是无畏施 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 有每个人的看法 所以这个很重要 佛教当然也谈到放生 放生的方法 适不适合 如不如法 这个也很重要 尤其现在我们看到 有人主张 去开一个牧场 把这些动物把它圈养起来 我常在想 其实经典上佛陀从来没有叫佛弟子做这样的事 为什么呢 今天如果是我要当畜生 我当牛 我被养大就被杀了 我就可以再去投胎了 我今天当牛 却被你买去放在牧场里面 我还是出生当一辈子 那这样因果就有点错乱 当然每一个动物它的因缘果报不一样 可是我希望我们佛教的佛弟子 还是要依教奉行 更不能说有去放生那些毒蛇 其实这样不得了 危害大家的安宁 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 而且经典上也没这样说 想要远离轮回 消灾免难 可以从不识众生肉做起 国立的三月七日 星期六 新北市三峡佛山寺 将举办新任住持 本院法师的晋山深座大典 欢迎大众同山法义 时方新闻记者赖仪荣台北采访报道